还有一个叫做Sock My Bell Freedom又祭出了库拉斯西谷的稳赢图 当然这个自己选图肯定是要 当你选图你肯定是要选自己的 哪首图吗 有一些准备的图 对你这个 要选一些别人家的主场 没什么意思 那其实按这种理论来说 现在迪玛嘎是比较有优势的 对吧 迪玛嘎选择了这张战争草原 其实在Freedom的地图表里面 是半调的 但是它不是第一个半调的 迪玛嘎是出生在七点 Freedom出生在一点位 大家很明白可以看到 绿色的虫族就是迪玛嘎 这个大家都普遍表示 我们开局还是要报一下点 粉红色的虫族是这个 这个Freedom 好大家是刚才是这边论下 这边聊天室这边也是提了 Freedom暴总了 什么 暴总了 你没有看高达吗 我真不看 刚好没说 教授 那个气男的话今天是有事没来 所以我顶一下帮 还有朋友问这个 苹果和战绩2的歌曲名叫什么 我表示我不知道 对 我表示我听不懂 最近我也是没有时间去 关心这些七七个八 有的没的东西 这边这一场地图 这张地图看看 会不会采取一个 农民探路的一个开局 或者说 双方都是不农民探路 同样还是第一时间放这个 生这个提出口 不是 它是想早一点采气 因为它可能觉得后面的用气的地方用的很多 但其实我觉得 我们对到它的这边 迪玛嘎的气候放得非常早 嗯 比福利等应该早了一个农民 还是 看一下狗屎进度 狗屎进度 狗屎差不多 一样 一样的 它等于说福利等多采了一下钱再放 这些细节 我觉得这个不像星际一那么的紧 星际二的这些细节 因为现在其实毕竟还是出来几个月 你跟星际一出来12年的游戏 它这个确实整个就是开局 到底多少个农民做什么 最优 应该说已经经过这么多年来的一个 嗯 这个发展 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定势的东西 狗屎好了 提狗屎第一时间 知道歌名比组织节目重要 压力很大 嗯 好这边也是先提 哎蟑螂池 那它有没有想提狗屎呢 没有想 战地图上用蟑螂其实并不好呀 难道它是要蟑螂加 然后升本的吗 我们看它有没有什么想法 它应该也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如果用蟑螂加升本的打法 其实也可以 那还是蟑螂风口吧 蟑螂这个口比较小 蟑螂堵路口 然后升本的这个打法 其实也是可以 Dimaga这边还是跟上盘一样 对 独暴虫 狗加上独暴虫 对 还是要照一点狗 要不然你两叉狗出来 那一点都不知道吗 啊 补了两叉狗 看到对方的狗出来 它就不让它 肯定是要补 稍微 你补两只狗这个样子 嗯 两只狗都不补 太不给人面子 啊 后虫也是往入口爬 我们看到 有可能是要选 应该是先把那个 蟑螂赶一下 啊 狗出来 狗出来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要杀这个蟑螂 它杀这个蟑螂 不杀 因为要喷暖了 没有暖 才15个人呢 他在追 他应该把蟑螂的狗 解决掉 不是 他是要回去喷暖了 因为时间是差不多 差5个人呀 很快 你过来看 马上就好 回一等也是提出狗 他喷这个防止喷不死 喷完之后 要少一波暖 喷 可以喷死 但是要少一波暖 对 我就说 他没办法 一个往外推 嗯 蟑螂潜压了 蟑螂是潜压 他没有手 他这边 蟑螂潜压你 好 回一等 这个迪马改 迪马改也是放了 这个蟑螂潮 而且开始升二本 迪马改又比弗里等 找二本 二本一半 一半了 不算一下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 嗯 你提出狗 强冲进去 人家虽然也是提出狗 但是想把你给围死 几只狗把你围掉 也是不可能的 很难 你只要看到他升二本的话 你马上不敢来跑 福利等马上要进攻了 看这种局势 福利等马上进攻了 但这边因为他 因为他取消掉了 取消 很危险 我跟你说很危险 他已经取消掉了 那个 这波狗是狗来守 提速还没好 提速还没好 等提速 马上95% 这边蟑螂已经潜压了 这边的话是在 蟑螂潜压先守住这个 先守住这个路口 他这边还没有出飞龙 是升了蟑螂的移动速度 好 这一波我觉得 危险了迪马嘎 非常危险了 他那边还有个后宠 看这一波补的是什么 这一波是蟑螂 蟑螂加狗 这个有点 这个还是有点救命 这一波打下来 看不清楚 后宠挂了 后宠挂了 前点后宠 但是被赶走了 这还是这一波部队还是亏了 狗补上来了 是围 你在围狗 围后面那只没有血战了 哇 双方还在这个操作 回等同时也是升了二本 对 他这个二本升了我觉得有点亏啊 对吧 他这个二本 刚才是他二本玩之后 他没有有一个这个二本之后 比如说飞龙 对有一个 有一个改 直接改变性 他刚才如果造飞龙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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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就差不多 很难很难打 他只能补补兵 那补地宝 补地宝 补地宝 你延伸过来不带入口 他二本的话其实可以蛮差 一旦二本就先放 先在入口喷那个 喷那个重开 你用飞龙塔 没那么快到 现在飞龙塔是有一些优势 哎 没有看到这个人口方面 我们看一下死人口数量 蟑螂freedom要少一点 哎 现在关键freedom 是freedom在你家外面逛 这边就是freedom 就更堵重 freedom的二本也好了 也是蟑螂提数 嗯 这边人口呢 我们看这边 Demaga42 蟑螂freedom37 差不多 蟑螂freedom的钱更 军队更少一点 人口也要少一点 好 这边Demaga 已经开始提升 这个远程的一攻了 嗯 蟑螂freedom表示没有任何动作 哎 蟑螂freedom 这个位置是想把你这个狗片上来 再包吗 好 我们看这个地方 这个部队好像Demaga 要稍微多一点点 部队比Demaga 要稍微多一点 没关系 这应该是守得住 守得住 因为有个后虫 而且是主场入战 关键是这个后虫不能死 嗯 不过这下后虫的位置还是比较好 哇 这应该是没想守住 没想 加了一颗血 好的 加了一个血这个就比较好了 反正你赶走之后 你也是不敢再往里追 现在freedom的人口还是落后 还是落后 差你的五六 我们看一下农民数量是一样的 一样多 都是16 他踩前面有多 他应该是 这个Demaga确实有实力 他把freedom已经逼到这种绝境了 对吧 一攻也提一攻 一攻 双方失误还是比较差不多 但是Demaga这边一攻快点 我们就看Demaga他因为在一攻好的这个时候再打一波 双方的蟑螂都有提速 但是埋地都没有生 都没有生